晶片製造商NVIDIA 辉达 创办人黄仁勋 获科技大学班寿荣誉博士学位 他说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时代正式展开 相信政治环境变化 不会影响环球科学合作 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 晶片龙头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来到香港 接受科大班寿工程学 荣誉博士学位 黄仁勋在台湾出世 年幼移居美国 93年创办NVIDIA 协助人工智能发展 他致辞的时候说 人工智能正开辟新一场的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和工智能 他们使用了 创办人工智能 成立的工程 特朗普即將再入主白宮 外界預期會加強對華的高科技限制 業務蠟燭美國 輻射世界多地的黃仁芬 認為環球科學合作仍然會繼續 黃仁芬又說 香港的人工智能發展屬世界級 各大學的研究多次被引述 期待香港日後在人工智能範疇的最新發展 科大今屆共向四個人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除了黃仁芬 還有演員梁朝偉 諾貝爾法學獎得主麥克爾·萊維德 和菲爾茲獎得主大衛曼福德 無線電視記者 魯卓民報導 到 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